这哥们想用魔鬼辣椒来整一下自己的朋友 原因竟是自己的洗发水被朋友偷偷换成了脱毛膏 所以他必须要报复一下 他把魔鬼辣椒偷偷放在了朋友的食物里 却没想朋友早已看穿了一切 一招声东击西 就把两人的食物调换了一下 不知情的他让朋友赶紧尝尝 看着朋友咬了一口 他也没有防备的吃了起来 还幸灾乐祸的问朋友味道如何 朋友说味道有点淡了 问他那份怎么样 他感觉到了不对劲 连忙拿起桌上的汽水灌进嘴里 但喝水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 一旁的朋友还在不停的嘲讽 很快他就出现了呼吸困难 朋友意识到不对劲 尝试用海姆立刻急救法 并赶忙拨打了救援电话 当救援队赶到 患者已经出现了食管破裂现象 他们必须马上在现场给他手术 因为肌液已经充满了他的肺部 让他无法呼吸 随着肺部肌液被抽出 患者也终于脱离了危险 朋友也松了一口气 看来开玩笑也要慎重啊